这一节要说明的是 Windows 7在设定网络及自动连线的过程 点选开始 输入网络 点选网络和共用中心 设定新的连线或网络 下一步 点选PPPoE 输入ISP业者所提供的账号跟密码 显示资源的地方如果打勾 密码会被显示出来是否正确或错误 记住这个密码一定要打勾 它还攸关到未来设定自动连线 的成功与否都在这个地方 这个特别注意要打勾 至于这个名称简单明了就好 输入什么都没关系 不论是1 或者是2 都可以 按连线 这地方就已经连线完成了 再来我们马上做设定 启动的部分 自动连线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地方 开始所有程式 在启动的地方 点一下右键 开启 空白处按右键 新增 捷径 我们要输入的是 RASPHONE 空格 dash2 这个地方要再空一格 我们这个地方要输入的是 我们刚刚那个连线的名称 在这里 ADSL 这里输入的文字一定要对应到这个名称 不然会造成错误 按下一步 这个捷径的名称就看各位要怎么打了 我们就打自动连线的捷径 完成 基本上这个设定就已经完成了 再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点这个地方 点起来 右键 内容 选项 这个如果打勾 勾掉的话 以后在自动连线的时候 他就不会出现那个 正在连接使用者帐号密码 然后在那边跑的对话框 也就是说隐藏起来 不需要再显示 至于这个提示名称密码 凭证 这一定要勾掉 这样未来我们在 设定自动连线的时候 就绝对没有问题 这两个都要勾掉 再来按确定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连线中 部分的设定必须到 下一次 在连线的时候才会生效 按确定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全部自动连线 都已经设定完毕了 我们再来 只要马上进行重开机 来测试